2024的这一场大选被形容是 世代的对决 给蓝绿两大党一个大大的警讯 为什么 年轻人怎么站在你们的对立面 年轻人任凭你们怎么吹票 为什么死终跟随 柯文哲 今天我们就问 对国民党来讲 如果已经知道年轻人在那一边 你还拉不回来 我就问 四年之后呢 我们会更老 年轻人一批一批手投足出来 你要靠什么 召唤更多人把票投给你 这一次在投票之前 事实上国民党确实提出了一些 他们认为对年轻人 有感的一些政策 包含说学贷 还有包含到这个什么 买房子的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先从选举结果回来看 你知道吗 国外媒体在这次也非常高度 关注台湾的选举结果 不然像日本媒体就认为说 这次选举进来 第一个 三党都确立了 他自己各自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赖清德赢了 美国放心了 那国民党这一次 这国会的部分 是获得了这个国会第一大党 甚至以这个新成立的 这个民众党四年的 这样一个角色 也扮演了这个所谓的 关键少数党的一个角色 但问题是日美也认为说 台湾的选民 其实在这一次里面 也是展现了这个智慧 但我刚刚提到说 国民党在这次之前的时候 不是也提出了很多 这个所谓的青年 认为有感的这个政策 没想到到了投票完了之后 还是发现到 这个所谓的年轻人族群 对于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候选人 老实讲不是很青睐 你知道吗 那这时候 他国民党内部就传出来 讲说有一些战败的检讨 认为说应该多听听 年轻人的建议 而且你知道在这之前 国民党原来选战策略 是认为说 我在南部的部分 我只要能够拉近这个差距 我就把北部的地方 我赢了 我就拿去补 有可能就有机会 赢得这个选举 结果没有想到包含侯友宜 在他自己的本命区 新北市得票 都不是拿到最高的 这个状态之下 导致呢 他的这个所谓北票 南部的这个预期的目标 没有达成 反而输下了这一场选战 好 靳言今天也来到现场 来跟我们谈看 国民党接下来的战役 怎么多聆听年轻的声音 要不然 这个阶层的选票 犹如是黑洞一块 你要不到 你抢不到啊 从国民党这个总统直选以来 这个三次的败选 2000年连战请辞 2016年朱立伦请辞 2020年吴敦义请辞 这个是很基本的政治责任 在国民党里面也是 在民进党里面也是 只要大选败选 党主席本来就应该要请辞负责 所以有人在说 我是不是针对朱立伦 没有 今天即便是我爸爸担任党主席 我也会讲一样的话 因为这个是责任政治 大家希望可以看到国民党改革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年轻票的流失 国民党过去确实年轻票 我们被认为是比较弱的一块 但是如今又有了柯文哲 以及民众党在蚕食 惊吞这些年轻票 所以第一个 我们改革委员会是不是要成立 检讨报告是不是要出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大刀阔谱的 去做改革 包含最快的2026年 我们在县市议员的提名 是不是可以尽快的去新衡代谢 世代交替 以及还有很多县市首长 他们是任满要即将卸任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这个产品 又更好的这些县市首长候选人 去守住我们的地方执政权 这样子2028 国民党才有可能 才有机会重返执政 好 听到这个地方 观众朋友 这一次选票开出来 一如报新闻一直跟大家做 盯着这一区 就是摇摆州台中市 为什么 我们看到了妈妈市长卢秀燕 展现了忠霸天的实力 他怎么去浮显蔡壁如 展现了个蓝白盒的效应 外溢到整个台中市 八个立委选区 结果一举抢下了六席 来 今天人居然告诉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忠霸天的浮选能量 蓝莹接下来的新共主 第一个大家就指向 卢妈妈 其实在这一次的时候 发现到这个蓝莹的地方 县市首长 事实上在整个的 这个浮选的状态里面 也被视之为叫做 国民党的下一次的 这个所谓的明日之星 我在讲这个 所谓台中之前 先回来看台北 事实上台北在过去 这一直被柯文哲拿来说 你看我在台北市长 任在八年的时间里面 我的政绩很好 结果没有想到柯文哲 居然在台北市的选票拿到第三名 那你可以看到 现任台北市的讲话 他其实在这一次的 这个浮选的过程当中 他也稳住了台北市的选票 你看 他虽然在这个地方 得票 侯康佩的这个得票 不是说最高的 但问题是 在跟这个赖消费比起来 人家三十八点一三 这边是三十八点零八 差不到零点零五趴 那这种趴数很小的时候 就导致到什么 你知道 大家来看关键立委的部分 当然我讲 比如说像罗志强 徐晓星 他们都是从议员转战到立委 本身自己也有这个 整体的这个知名度 那像王宏威跟李燕秀 这些他原先之前 像王宏威上市就已经是立委 来继续挑战 那李燕秀之前也当过立委 所以这一些 他们自己有实力 但问题是很多人也发现到说 蒋万安整体在台北市的选情 有hold得住 这也是一个事实 那我们再另外 还看一个中部地区 事实上过去再看到台中的时候 被视之为叫做蓝白 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示范区 其中台中市长卢秀燕 在这一次里面 你会发现到 他一开始的时候 在选前还说 我那个中部 台中的国民党立委在哪里 为什么当时会那样 因为在这一届的 这个立委比例里面 他是绿六蓝二 结果没有想到卢秀燕这一次 把他的子弟兵 这些集合起来 四个年轻人组成 叫做F4的这个团体 甚至光复他的 自己的台中本命去 而且最厉害的是 因为我刚刚提到 他不是在讲说什么 国民党的立委在哪里 就是操作所谓捷运 跟建设这个议题 没有想到 四个年轻人组成的F4团体 居然到选后中了三个 你知道吗 所以让国民党 在台中的这个立委盘 从原来只有两席 翻过来变成国民党有六席 民进党只留下两席而已 所以他本身 不只是能够这个打选战 他也能够辅选 同时能够操盘的时候 很多人就讲说 现在是不是创造出 一个卢秀燕 共主的这个浪潮 对于国民党下一届的 这个党主席来讲 很有可能也会有人 拱他出来 好 观众朋友 新闻主角蔡壁如委员 现在在我们视讯线上 委员你好 委员两个问题 一个一个来问 今天传出了 你退群的消息 是真的吗 下一步 你会不会退党 不会啦 这个基本上你要知道 台湾民众党是当时他们有七个创 要去创党的这些委员 当时我还是我去内政部申请的 我想这个对我对民众党的情感 大概不是外面随便说一说 就会退群啊会退党啊 觉得这个我这都不符合我的人设啦 因为是一个工作群组啦 那因为工作结束了 那个我通常习惯性就是选举的时候 他建立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群组 又是组织群又是什么 什么区域立委群 就是什么样的 反正各式各样的工作群 但是在我的手机里头 我想选举完我就做一个整理 所以就有一些就是把它退群 我想这个是工作结束之后 我想因为我跟每个人 还是都有一些赖啦 所以这个不影响到 我跟他们的联系 我这个人是这样 我是一个重情感 而且我基本上我是一个重情意的人 那我是一个守忠诚 尤其是所谓的忠啦 当然就是说这个党 要能够让我有觉得 我必须要对他忠心 那我也是一个有诚信的人 这是我对党的一个承诺 而且我认为做一个政治任务 不可以这样变来变去 所以始终如一回到政治的初心 我想这个还是我不变的一个初心 这个不会有任何外面的人随便讲一讲 就会影响到我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好 文元 所以你会继续留在民众党 不会退党 但是今天传出了 妈妈市长卢秀燕 可能阎兰里 入小内阁担任台中市副市长 真的吗 你同不同意 你会接受吗 我想这个是外面的传言 但是我觉得不要给 卢秀燕市长妈妈压力 我想他有他自己的 这些政治的布局 那再来就是说 我跟他可以是好朋友 但是因为我们分属 在不同的政党上面 也许我们可以在 很多的地方上面有合作 但是在这个人事上面 我是期待大家 外界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因为相对对我也很大的压力 那个我就觉得 我刚讲过了 我对民众党的 这个所谓的忠诚 还有始终如一这件事情 我其实这是我的人生哲学啦 就是觉得说 我好像不应该去 接受这样的一个职位 尤其是在很重要的一个 政治上面的一个职位 这是我的想法 那如果卢市长 问我的话 我想我应该会拒绝 那他如果会给我 其他的职位 我可能就会考虑 因为有些地方 如果我在地方上面要去发展 也许跟台中市政府 跟鲁秀燕市长 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 如果他没有给我这么重要的 一些政治的位置 我倒觉得 对于我在地方上面的发展 我倒觉得是OK的 而且也可以维系 我跟他之间的友谊 那这个我大概是会考虑 但是这个护市长 这个政治人事命令上面 我觉得我不会给他压力 而且恐怕他应该也不会给我压力啦 因为对我来讲 我就是一个压力 讲回来就是今天杉杉说 我是党的资产 如果他们觉得我是一个资产 应该不只是我啦 我是觉得说这一次编冽出来 为党征战的这些 十一席的区域立委 都应该把它视为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那选完之后呢 我觉得党也应该 对他们要有所一个 慰问或者是那个安排 我想这个作为一个政党 这个当然我觉得 也谢谢珊珊 那个因为他要去当立委了 也谢谢珊珊立委 讲出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还是 还是让我们蛮感动的 邀请您 一起加入五期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蛙跟像